有没有过来的事情大学报告 那个是另外一个案子 另外一个案子 邱罗生案里面其实包含了两个性案 一个是陆成案 这个案子比较有名 另外一个案子 柯宏玉兰案 那是一个女保险业务员 柯宏玉兰 被失踪以后合了一个月以后 发现她的尸体 被分尸了 只有找到她的躯干 事实跟同步都不见 是这样一个案件 女保险业务员 柯宏玉兰案 那个案件在案发之后 竹男的警方锁定了他们家的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是杀猪 杀猪的查处 那也是他老公的朋友 也是他的朋友 往那个方向去侦办 那我们在最终里面看到的资料就是 竹男当地的情况其实已经接近要破案 已经快逮到这个人 结果才比事情要不差 就把他说我们先破案 然后把那个案件送回去 不给做男人办 那个案件我们也觉得很清楚 不是他们做的 但是如果说时间够到可以再讲 那现在已经九点了 我不晓得这场面可以用到几点了 就那价格是不是 所以说有机会 对有机会让我们再讲那个案子 那个案子的疑点比路正好更多 然后证明不是他们做的证据更多 有机会 是不是会问 有问题 就是教人办那译名有说 是不是两个很像一门 他就说这个案子其实不是一个 如此一个 它其实是一个政治案件 因为是准夥的 就是易cost 因为它是立体不药 你刚刚有讲社会的气氛 就當時就是檢言前後突發 就是有個小孩被綁架的事情 然後教稅中案件特別提起社會關注 所以為什麼說這麼久 到現在就是一定要他們死 所以就是變成說 其實他已經也變成一個政治案件 所以是他就是我再可以講述一下政治這一塊 就是說是有官商的事件進來 就是除了社會的氛圍之外就是 老闆要換什麼 等一下請問 我剛才講我也有些懷疑 但是沒有政府的整體 所以我就不應該做這方面的評分 美工是比較難講的 那如果說沒有在其他的問題的話 今天會到細節各位會講 願意順順的評論 那我講了兩個小時 謝謝 謝謝